男人带着男友和小三去度蜜月 刚秀完恩爱 飞机就突然一阵颤抖 只见窗外的引擎猛然喷出火舌 紧跟着外壳开始层层掉落 一枚锋利的残骸飞出 瞬间打穿了机舱外壳 随后砰的一声猛然炸弹 机舱中部破开了一个大哭 凌冽的气流穿过裂口 形成如比强大的鞋 还没来得及记上安全带的乘客 瞬间被吹飞 生死关头一名男子 爆出洪荒之力死死地抓着坐 但仍然坚持不到三秒就消失在半空 滑行十数秒后 飞机一头扎进了深海 醒来的小美看了一眼四周 只见海水正顺着破洞往机舱涌入 虽然整个飞机已经沉入大海 但因为气压的原部 机舱尾部还没有灌满水 几名后排挤着安全带的幸运而活了下来 忽然水面一阵翻腾 一个小女孩从水里钻出 紧跟着还有一个魁梧的身影 手上还托着一个呛水昏迷的老太太 空哨见状急忙上前营救 老教授环步四周 发现飞机卡在一块巨大的岩石上 呈30度倾斜 安全只是暂时的 随着机舱内的空气逐渐损耗水位 还会不断上升 小美拿出手机想报警 但正常人都知道肯定没信号 欣慰慌的一批的空哨站出来安抚 大家不要慌 在飞机失控时机长已经发送求救信号 并获得了回复 相信救援队很快就会抵达 老教授说我们可以等 但在此之前 舱内的氧气可能会提前耗尽 空哨急忙跑进后厨寻找氧气罐 然而仅有的两万都是空的 他带着遗憾通知众物 这时老太太猛然响起 坐在旁边的男人带着医用氧气瓶 虽然不是很多但也聊胜目 老教授决定冒险一事 随着客舱一路向下游 终于找到了带氧气瓶的男人 然而就在他返程时一条鲨鱼 往南冲进破水的机舱 来不及躲避 教授的大腿被不断撕咬 看着突然涌现的浪花 众人不禁呼吸急促 小美刚要上去搀扶 结果被教授一声鹤腿 你没事吧 我对不起 儿子 你什么意思 嘿 一起来我们可以做这个 你必须自己做这个 你可以 发音登录 老教授就被水里的鲨鱼拖走了 众人被眼前的荧幕下的 目瞪口袋 张了半天的嘴愣是吐不出一个字 惊恐过后全部人都挤到了身后的服务间 但外边的鲨鱼似乎盯上了他们 在啃试完教授的尸体后 开始不停地撞击 轰鲁医生原本卡在巨石上的机身 再次向前滑动 一顿撞击后显之又显地在深渊前停了下来 海水又涌入了一大截 此时搜救直升机已经抵达坠机残骸上空 驾驶员看了一眼有表提醒道 你们只有15分钟的营救时间 两名潜水员点头后纵身一跃跳进了大海 很快机舱里的人发现了潜水员 他们对着眼前的救命稻草不断地挥手大喊 盼星星盼月亮终于盼到了救星 然而他们高兴得太早了 潜水员刚做完OK的手势 身后就出现了一条鲨鱼 机舱里的众人不断提醒 可声音根本传不过去 一顿禀划后潜水员终于回头 但此时身后什么都没有 就在机舱众人靠近观察的时候 看着玻璃窗外飘落的断置 恐惧再次涌上心头 随后机舱又是一阵剧烈的震荡 众人知道另一个潜水员也完了 15分钟过去 直升机已经必须返航 机舱内众人决定自救 第二名潜水员虽然失败 但他的尸体应该就在机舱里 如果氧气罐没有损坏 他们就能借此游上海面 小黑和小美下水寻找 果然尸体就在机舱里 小美带回了潜水员的背包 里边装着五套游泳设备 而小黑却在回来时发生了意外 猛然出现的鲨鱼一口咬向他们 虽然把人拉了回来 但小腿已经消失不见 众人帮他进行了简单的包扎 但最基本的止血都做不到 飞机的破损越来越严重 机舱内的水位在不断上升 他们已经到了必须马上离开的时候 小黑被放弃 老太太也不愿意走 她说想留下来陪老伴 在他们下水后鲨鱼再次发起攻击 又献祭了一名幸运后 另外三人终于拿到了潜水员的氧气管 并且成功获救